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69岁的王信学在海岛村生活了一辈子 毛竹是他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 由于海岛村四面环水 今年以来 毛竹销售异成困难 孙明王信爷告诉我啊 就在我身后的这一片竹园啊 现在看到很多的竹子就是在两个月之前刚刚被砍掉 但是呢 这期间呢 老王已经找了很多的买竹 但是至今啊 仍然没有买竹上门 毛竹卖不掉 堆满了王信学家的房前屋后 只能当成烧水做饭的柴火 就在几天前 林县立家毛竹加工厂老板来到海岛村买毛竹 可以打听价格 王信学无法接受 老王一算账 一吨竹子按四十根计算 平均下来一根只能卖十元左右 卖这个价格 自己几乎是赔钱 王信学最终没有答应这个客户的要求 在记者来王信学家之前 他还在等候本地的收竹人 可到了中午 收毛竹的船还没有出现 王信学只好再打电话催问 电话里收竹人对竹子的要求又提高了 现在想要卖出去 只有降低价格 为了卖上好价钱 减少损失 王信学驱车十几公里 赶到附近乡镇的一家竹品加工企业寻求帮助 我们正常就是十三块 高敏所在的竹品加工厂目前有五个品种 大多是竹块 竹签和竹连等 附加值较低的半成品 品种有限 销量也不大 他给出的毛竹收购价是送到厂里十三元一根 那么王信学能接受吗 原来王信学也要十三元一根 但送到厂里还要再加三元的运输装运费 合起来就是十六元 几经商量 三元的运输费双方都不愿意承担 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王信学只能另想办法 现在王信学最期望的 是当地能多几家竹品加工厂 这样也许自己就多了几分选择 在你家这个厂都得回去销售点 多长少了 据了解 金寨县是毛竹生产大县 有毛竹园22万亩 700多万颗 这里的毛竹质量好 过去主要用于建筑用小手架 竹帘竹筷以及竹胶板 销往江苏 河南 山东 最远的还迈到了北京 几年前 当地竹品加工企业有40多家 随着建筑市场 刚才替代了竹材 毛竹市场低迷 如今 金寨县竹材加工厂 就只剩下了七八家 加工企业的减少 让当地的毛竹收购成了难题 价格更是处于低谷 其实 这也是目前 全国毛竹主产区 同样面临的难题 特别是交通不便的地方 这个转任的成本更好 海岛村四面环水 更增加了毛竹的运输成本 一个毛竹水路运输 就差不多增加一元钱 加上装船费一元 无形之中就多了两元的成本 在金寨县当地 许多竹园都存在着 像海岛村一样 因为地理位置偏僻 地处大山深处和交通不便 带来的运输难和成本高的难题 据了解 三年前一根一尺周长的毛竹 可以卖到二十多元钱一根 最贵的甚至达到三十多元 而现在 最贵的只有十三元左右 小一点的卖价甚至更低 而王信学坚持卖十三元的价格 自然也就遇到了问题 买了分钱 多少钱 四百二十块钱 中了多少根今天 整个五十多根 那平均一根多少钱呢 平均一根七块八块的 我们等于过半个月了 给你隔着 半个月他今天才来 才来装 对了 村民马丛山家 有十几亩猪园 大部分都在半山腰上 今天 好不容易等到收毛竹的船 可一时又顾不到工人 马丛山 只好自己动手砍毛竹 因为收毛竹的大船 无法到达水边 马丛山只能从小船 一根一根的 把竹子转运到大船上 我们的四川是谁 没办法 好不容易砍了八十多根毛竹 收竹人又筛选掉了十几根 马丛山不停地说好话 收竹人 这才有挑选一番 但要截掉弯曲的部分 降低收购规格 算便宜的嘛 就是算九寸的 他本人如果要不截的话 现在就够十寸 截了再卖一下 全卖一下 记者发现 海岛村毛竹之所以卖难 水路是其最大的障碍 首先 毛竹要从水路运到最近的陆地上 然后再通过公路运到加工厂 或者外地销售 人工成本本来就很高 如果再加上水路运输增加的成本 海岛村的毛竹一根就要多加几元钱 今年41岁的余嘉宾 做毛竹运输生意21年 他告诉记者 海岛村每家每户分散 大多是老人在砍竹卖竹 在海岛村收毛竹费时费力 如今 愿意来此收毛竹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这几天为卖毛竹 王信学不断地给收竹人余嘉宾打电话 好在有余嘉宾需要的 十寸和十一寸几个规格的毛竹 于是余嘉宾开船 来到王信学堆放毛竹的地方 要把毛竹扛上船 从堆放地到船上 需要下一个山坡 记者尝试着帮王信学 把毛竹扛上船去 没事没事 这可以多多少米 这个有十米 十米多 可以 太重了 太重了 真的有何种啊 这颗竹子我估计有五十米 让王信学欣慰的是 他的十八根毛竹 终于在等待了半个月之后 按照每根十二元卖掉了 从那盘了卖了一百多块钱 海岛村位于金寨县享红店库区 有三千多亩的山地 其中竹圆两千二百多亩 七万多颗 近年来 毛竹价格持续走低 销售困难 使得像王信学 马从山这样的村民出现卖竹难 可山上的毛竹不等人 毛竹生长到了五年就要砍伐 否则就会慢慢老化和干枯 为什么当地不办一个竹制品加工厂 就地加工毛竹 马存高告诉记者 2015年 海岛村就曾经花费二十多万元 在旁边的小岭村开出一块地 打算引进一家竹品加工企业 就地加工海岛村的毛竹 但是两年过去了 因为小岭村道路太窄 大货车开不进来 至今也没有厂家再次落户 金寨县林野局森林资源管理科科长 徐建民告诉记者 市场低迷 导致企业开工不足 投资一元降低 而近年来竹材价格低 一些本地竹品加工企业 也开始从外地买进半成品 导致本地的毛竹销售进一步减少 社会供应我们这个厂的话 我们一年按常规来说的话 应该搞个五十万根以上 那今年你消化本地的毛竹有多少 今年我们可能消化了三十万根 陈坤海所在的竹品加工厂 是金寨县一家生产竹胶版的企业 原料是竹片制成的半成品竹帘 除大部分来自企业所在地张冲香 仍然有部分从外省勾进 为什么这家企业不全部使用 包括海岛村在内的金寨县的毛竹呢 再叫我们划成本海上的话 你超过了外地的价格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 在麻布镇的码头上 记者遇见了收住人吴承英 他正准备把从海岛村收购的一船毛竹 在码头上进行装车 然后通过陆路运往几百公里外的富阳市 吴承英的这一船装了一千三百根毛竹 是收购了十户人家的毛竹 按规格 每根毛竹收购价格在七元到十四元不等 吴承英预计要卖掉它需要十天时间 然后再返回海岛村继续收购 吴承英说 他的这一船毛竹在海岛村收购时 现在价格有所降低 外运后销售的周期可能会长一点 但却装载了海岛村村民的希望 只要能卖出去 下一步他会继续从海岛村收购毛竹 并一直做下去 海岛村也一定能挺过卖竹的难关 看看市场情况 他需要的话就是 记者离开当地时 再次联系收购人于嘉宾 得知他收购的包括王信学的一船毛竹 目前也已经顺利卖出 海岛村的毛竹卖不出去 表面上看是因为地处孤岛 交通不变 实际上毛竹变不出前来 更因为这里还有信息孤岛 产业孤岛 不管是作为建材 还是竹编工艺品 竹制品还是有一定销入的 海岛村无法得到市场信息 市场看不见这里的竹子 竹子自然卖不出去 海岛村也没有与竹产业相关的产业链 除了卖竹子 农民缺少规避风险 或者升职的办法 海岛村的竹子要卖出好价钱 必须要走出交通 信息和产业的孤岛 乡村振兴谋蓝图 咋让产业活起来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欢迎回来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 并在报告中指出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移居 乡丰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如今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即将绕开 如何更好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呢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结合案例 请专家为我们一意梳理 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 这忙活的产业 农村要发展 产业必须兴旺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 将总结当前农业农村形势 并对明年三农工作 做出具体部署 那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咱农民忙活的产业 该如何发展呢 记者来到了黑龙江八燕县 马文龙家的院子 马文龙告诉记者 现在玉米的市场行情 是每公斤五毛六分钱 然而村里的收粮经纪人 只能给到每公斤四毛八分钱 这样算下来 一亩地只能卖六百多元 同样是卖粮 黑龙江省孙吴县 哈屯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王月龙意识到 这两年玉米市场价格波动很大 这对很多种植户来讲 也是一种阵痛 考虑到这些政策因素 王月龙决定跟深加工企业合作 李总你看明年这玉米是什么趋势 按我这个从深加工这个角度分析 明年的玉米可能消耗量更大 因为今年在黑龙江有1360万吨的深加工 落户于黑龙江各个地区 这次考察 王月龙了解到了更多市场信息 可以说收获很大 王月龙还希望能和企业达成一个 种植和收购订单协议 这下通过深加工 延长产业链 让王月龙卖粮有了底 那又该如何 向休闲观光农业要价值呢 同时伴随着劳动生产成本的提高 圆竹收购价格的下降 浙江省安吉西园 竹笋专业合作社的李市长 想着改变思路做转型 合作社里建起了500亩西园毛竹精品园 园区变成景区以后 周围农家的一个配套的一个点 所以旁边的你看附近的农家都发展起来了 把园区变景区 用挖竹笋喝竹酒的休闲创意 千方百计留下客户的脚步 在配套的农家乐理消费 从卖园竹买竹笋到卖风景卖体验 这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 到底怎么样呢 三产超过了一产 增加的数字赚总比例的30%左右 去年花大概100万不到 今年的客户应该是150万亿 有的农民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 让产业活起来 也有农民通过合作社 来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把东西卖出去 把产业做活 在水稻销售季 一直以来 农户大都是直接卖原粮 即使遇上水稻涨是不错的年头 农户仍要面临卖不出去 或者卖不上价的惆怅 农户渴望的是种出好水稻 能换来合理的价格 而对于切除市场更快的合作社来说 便于打开销路 农户渐渐转变了以前卖粮的观念 老百姓门路少 得这么说 靠着他们的力量去谈 跟上家去谈 好米种出来了 没人不知道你种上 你带有了不同数没放过来 没找 外面的市场有公司才能去找 我们农民找不着市场 也是迷茫 所以农民找核设 核设找公司 三方才能把这些产品做出去 农户之前他没有这个销区 他种出来的大米 他只能卖原粮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有市场渠道 从这里 咱们小农户又能得到哪些启示呢 小农户呢 要依托合作社和农业企业 对接市场 然后融入向内农业 然后通过这种对接和融入 然后主动的适应这种市场的变化 然后主动的抵御市场的风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就是为了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腰包越来越鼓 那么农民朋友怎样才能让好产品 卖上好价格呢 又该如何营造一个好的市场氛围呢 现在消费者 他需要吃到更好的更安全的食品 那我们农业生产也要顺应这种趋势 要通过提升质量 而不是仅仅注重数量 来增加这种农产品的品质 通过优质优价来取胜 政府和社会呢 也要创造一个优质优价的市场氛围 让农民生产出来的好的安全的食品 能够卖到更高的价值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来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查询往期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和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聚焦三农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